接著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所謂的 鑒別控制 我們剛剛講過的是什麼 硬度啊 調和啊 精型啊 解禮啊 就有一個這樣的分類的表 講義上也有 這個表完全不用背 完全不需要理它 你只要記住 前面告訴你要記得的事情 誰有一個解禮 誰有兩個解禮 它顏色比較深還是比較淡 這樣子就可以了 因為你不同的分類標準 就會得到不同的分類解禮 發光顏的成分 常識 時音 雲母跟微量的普通 假如你先按照顏色分 那麼你就會把常識 時音分一堆 黑雲母跟假染石分一堆 然後你再按照解禮分 常識兩個解禮 時音沒有解禮 然後假染石兩個解禮 然後雲母一個解禮 就這樣分開 不是 你先按照顏色 再按照解禮 如果你先按照解禮分 那你就會先分做三堆 時音叫沒有解禮 那有兩個解禮的有兩個 假染石跟常識 一個解禮的一個叫黑雲母 然後再 只有一個不用再管了 再來兩個顏色分 一個顏色比較淡 常識 跟一個比較深的是 比較暗識 所以你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 就會分出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表不要理它 因為你不同的結果 被它沒有意義 就是把前面教你的該背 把它背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叫做物理方法間別光物 顏色 調恆 金型 硬度 解禮 還有一個叫化學方法間定 我們國中只學過一個化學方法間定 你還記得哪一個嗎 DN酸 對 DN酸 對 不是 D7N酸會冒泡泡 然後再問你自己 你還記得誰 D7N酸會冒泡泡嗎 大理什麼 大理石 大理石 大理鹽 還有嗎 跟大理鹽有關係什麼鹽 大理 大理 跟大理鹽有關係什麼鹽 修鹽 阿夫啦 石灰鹽 石灰鹽變成大理鹽 然後還有你被它的礦物是什麼礦物 方解石對不對 所以 這三個玩意兒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這三個玩意兒就是 石灰鹽 大理鹽跟方解石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加西酸都會冒泡 你話老師教過的事情 在學製造那個二氧化碳就學過這個 然後後來跟你講說 酸的通信 碳酸鈣加西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你之前學過的 所以考試就問你阿 加煉哪一個D7N酸之後的反應跟人家不同 三個會冒泡一個冒泡 或者三個不冒泡一個會冒泡 跟人家不同 所以你就給我記好 我們唯一學過的化學方法 健康就是加什麼 D7N酸會冒泡泡 誰 石灰鹽 大理鹽跟方解石 為什麼 因為它的成分都是碳酸鈣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 鑑別礦物的部分 OK